就从资格赛的6.0变成了6.2 但是完成分受一些影响 好 目前我们来看看已经结束了比赛的情况 现在第一的依然是邓叔弟 肖若腾第四 最后我们看到的就位是 山东队的转体小能手苏伟德 1260前720 亮点来了 看这串 剑子180 直体前空翻 108 这种连接是很罕见的 后900 前900 第1的连接 这是很大的一种难度 后团两周720 它的飞机巧比较少人做 算是一个亮点吧 但不是难度很大的那种 就是高预角支撑 停够2秒 后500次前360 结束穿 扣一下08 苏伟德结束 他是一个很擅长转体的运动员 他的难度有6.5 是要比邓叔弟高0.2的 所以画面一直在切他 山东队的自由操是很强的 从之前的张成龙到这次 这次山东队在资格赛 团体总值里面 他们的自由操是全场最高 排名第一 像刚才苏伟德这一套动作 他的十个最高难度里面 在D以上的有7个 其中转体就占了6个 你想想他的转体有多强 一个F 两个E 三个D 他呢就是飞机巧动作难度一般 其实也没有差太多 他是一个B 人家就是C啊 D啊 就差那么一点 所以叫他转体小能手 他的身材比例啊 他的肌肉走向是纤细修长型的 所以他完成转体动作很漂亮 他个子也很高 一直在切邓叔弟 他们两个难度分是有0.2的区别的 完成 刚才苏伟德完成的也确实不错 所以这是他的最大的对手 不过对手越强大 胜利越伟大 苏伟德 大家对他可能印象不是很深 他的这段编排可能在下一个周期啊 规则改了以后呢 就不是特别的能够占优势 但是他在规则改之前 这届全运会上获得了男子自由体操的金牌 看到的就是30岁的邓叔弟了 四个赛成绩排名第三位 直立后空翻转体900接 直立前空翻转体720 地地0.2 直立前空翻两周 180F组 直立前空翻900CE加0.1 第二个横轴的空翻 团转后空翻两周转体720E 飞多尔琴科C的飞技巧 从分腿座压上成宽臂手道力 停两秒 C组的飞技巧 肢体后空翻转体7002 C组的技巧 结束串属于下方 肢体后空翻转体1080F 邓叔弟 邓叔弟参加过礼约奥运会 他是礼约周期的选手 他在礼约奥运会上 是男团第三名的成员 他当时个人权能是获得第六 那么他是跨两个奥运周期 他在礼约周期参加了两届试景赛 南宁试景赛 他是男团冠军主力成员 当时也是打满六项的运动员 在2015年的格拉斯哥试景赛上 他的个人权能站上了领奖台 获得了一枚铜牌 之后进入到了东京奥运周期 他是2018年多哈世界锦标赛的 男团冠军成员 之后又参加了斯图加特的试景赛 他也是男团主力 这次一直坚持到最后 就是为了一直在拼 因为奥运会延迟了一年 他一直在备战 一直参与到了最后的选拔 奥运会延迟对老将来说影响最大 对年轻选手来说是好事 比如说日本的桥本大会 如果奥运会在去年比 他还没有像现在的一样 技术和能力这么成熟 但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讲 年龄的增长 伤病的累积 体能下滑是自然规律 他现在的成绩在被后卫超越 被一些21岁23岁的选手超越 但是在奥运会之前 在东京奥运会之前 在三个月以前 他没有放弃 他还在为他的东京奥运梦想而奋斗 一颗想奔跑的心 敌不过想刹车的身体 对竞技体操的选手来说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 但是邓舒递用他的那种正能量 激发了所有的后背 也许他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不会获得多么耀眼的成绩 但是他目前成绩14.860分 第一届世界锦标赛 他的对手就是乔本大灰 趋地前空翻 转底360 接趋地前空翻 转两周 这是他心上的难度 在全景赛之后 到现在几个月时间 上了个F组 后900 前720 这层是他最大的难点 他这场比赛做得相当好 直体前空翻 转体900 这样他就有两个E 一个F了 直体后空翻 转体720 休息一会儿 刚才是一个C的飞机枪 现在是一个C的 这是个飞机枪 前面那个后置720 然后后面再来一个C的飞机枪 这个时间对运动员来说 是一个可以让你喘息的机会 因为他后面还有两个 倒立位置要控制好 一个停留的时间要够两秒 第二倒立 一定要稳 后置100 张国恒 张国恒啊 他的这个第二串连接 后置900 前720 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失误 像出界啊 男团手撑地啊 他刚才就完成得很好 他腾空起来了 这个720啊 前720啊 前面有运动员 就是因为你前面的这个900完了以后 动力不足了 他的高度不够 所以就很容易 要么就转不正 要么就坐地 或者重心往后 他就控制好了 他称号刚才我们看了一下 有一个F 来自那个去两周180 两个E 就是开场的 我们说的一个 去两周和一个前7900 再往后 三个D四个C 他的连接是两串 男子自由操也只允许你完成两串连接 两串连接是0.3 这样他乘套难度是6.3 这个全景赛是6.0 他现在6.3 多出来的0.3 就是他用一个F组 前去两周180 替代掉了全景赛 那个前值540 那个C组 这样就多出0.3来了 因为他们两个 就是21岁的张伯恒 跟30岁的邓叔弟 他们自由操难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画面 一直在两个人当中切 20岁的他 未来可期 他的职业生涯 其实可能一般人 先来看 难度分6.3 玩具分8.44 第二年